Hello大家好,欢迎观看涛光的视频 今天万代的官网公布了SHF鬼面之刃第三弹的新品情报 正是之前在展会上亮相过的水柱复缸应用 对于已经公布的鬼面的三款SHF 万代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介绍这款复缸之后再为大家翻译一下新的内容 SHF的复缸应用全高约15厘米 配件包括了一个主体 左右各三种替换手型 四种表情 分别是严肃脸、神奇脸、怒猴脸以及滑稽脸 最后还有一把日文刀 配件种类相当的基础 这款的官方售价为7500日元约合人民币358元 387港币、1583台币 将会在2024年的9月以通贩的方式发售 紧接着炭治郎的7月和8月的迷豆子 关于目前公布的三款鬼面 万代表示在立体化的时候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平衡角色的轮廓 和把玩时的体验 虽然有时候这两点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 通过调整玩具分割的部分和关节的设计 实现了充满活力的战斗姿势 比如炭治郎的制作 就很注重再现出鬼灭最有魅力的使用日文刀的动作 让大幅挥动刀剑可以更加的生动 也可以在不更换零件的情况下 就实现弯曲膝盖达到跪坐的姿态 而迷豆子则附带了专门用于坐姿的下半身零件 它附带的面雕也很丰富 在刀匠村片中克服阳光后的感人的表情 也做成了面雕 所以算是一个紧跟动画最新发展的 很有性价比的一套 人物的身高差也有很精确的表现 炭治郎全高约14厘米 迷豆子13厘米 保证了两个摆在一起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 而杀鬼队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的水柱富刚一勇 通过出色的涂装 成功的再现了它的复杂的宇知图案 一勇的日轮刀配合成熟的宇知的可动设计 可以还原出拔刀一瞬间的姿势 同样为了这个系列商品统一的尺寸感 富刚也设定了高度和炭治郎摆在一起 效果更明显 总之SHF鬼灭系列是汇集了万代 在造型和可动方面的专业知识后 解除的果实 感兴趣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当地电商的预定情况 OK以上就是本期的资讯了 喜欢鬼灭别忘了订阅涛光 我们下期见